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高层关于政变暗杀的消息不断传出 但很难得到官方证实 目前大陆媒体罕见披露了一桩 地方官员计划暗杀中共高层的政变消息 大陆搜狐河网易网站9月14日军发表一篇 署名伤嫌老猴的文章 作者引述政府内部的早会通报 当中提到关于江苏省官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 罗文进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问题通报会 公开资料显示 罗文进于2020年7月31日被江苏省纪监委宣布受审 今年3月2日被开除党籍 文章提及在罗文进被查半个月前 江苏省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延明接受调查 迫于压力交代了罗文进和邓辉林 赖小民集团非法往来的情况 文章更指出 在两个月以后 罗文进的领导江苏省常委 政法委书记原公安厅长王立科也主动投案自首 王立科长期任职于政法系统 曾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阴谋的称号 与重庆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有交集 文章还说 罗文进和邓辉林同为湖北武汉老乡 两人互通有无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辱骂国家主要领导人 甚至于计划 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不轨 被安全部人员阻止了罪恶活动 但文章没有提及领导人的名字 也未提及罗文进和邓辉林 计划对领导人图谋不轨的时间 邓辉林是重庆市原副市长 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 湖北省官厅原副厅长 中共政法委办公室原主任 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江泽民集团主要成员 孟建柱的旧部 与罗文进有牵连的另一个人赖小民 是华融集团原中共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今年1月5日 被以贪腐和重婚罪判处死刑 1月29日执行 也就是说 赖小民在一个月内被迅速地执行死刑 这在中共的权斗史上非常罕见 赖小民被指是曾庆红的心腹人物 当时外界都不明白 为何一宗没有涉及人命的案件 会如此迅速地执行死刑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说 习近平迅速杀掉赖小民 是做给肖建华等江曾派白手套看的 赖小民被抓以后 供出了底下的一些人 但不肯供出他上层的江曾派大佬 幻想上层能出手保住他的小命 所以习近平快速地杀了他 以杀鸡敬猴给肖建华等人看 迫使肖建华等江派的白手套和小罗罗们 放弃幻想 不要幻想上层的江曾高层 能保住他的命 迫使他们供出上层的计划 同时震慑那些江曾派欲图谋不轨的人 上述文章还提及 罗文进还曾威胁中纪委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军队情报人员的人事安全 但文章未提及相关人员的名字和具体事件 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以来 有关习近平被暗杀而未遂的消息频频传出 可见中共内斗的残酷和激烈 早在2018年就有美媒盘点 习近平上台前后 曾至少十次遇险 多与暗杀有关 其中 周永康至少两次策划暗杀习近平 包括在会议室放置定时炸弹 以及习近平到军方的301医院体检时险被打毒针 但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之下 上述消息均无法得到核实 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陆媒罕见的披露 邓辉林等江派药员计划对某领导人不轨 似乎证实了中共高层遭暗杀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这也意味着中共高层内斗异常激烈 香港中文媒体早前披露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退位之前 曾签署主席令解封了多项答案内容 其中包括1949年10月1日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到1982年12月底 在这33年期间 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 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 受到武装暴力攻击 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 据解封的资料显示 在33年中 中共省部级一级35人 地厅级一级216人 线团级一级1645人遭到袭击和暗杀 中央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遭暗杀和袭击的情况是 毛泽东35宗 刘少奇12宗 周恩来17宗 朱德9宗 林彪8宗 邓小平11宗 宋庆龄4宗 华国锋3宗 胡耀邦2宗 万里2宗 杨尚坤3宗等 现在 大陆媒体公开报道 政法系地方官员暗杀中共高层的新闻 可称得上是一颗核弹 这很可能是习近平要向中共的政法系统动手的重大暗号 9月16日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文章 称要全面纵深的从严管党致警 重拳出击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持续形成震慑 作者是孙新阳 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文章强调说 公安机关必须坚持党中央 也就是习近平的绝对领导 确保政治忠诚 文章还说 要自觉防范和抵制错误思潮 要着力发现和纠正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等问题 确保党中央 也就是习近平政令 在公安机关保持畅通 文章还强调 确保全面彻底的肃清 周永康 孟宏伟 孙立金等人的流毒影响 将其作为重中之重 要着力整治 清除政治隐患 文章尤其强调 要突出查处重点 重点紧盯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紧盯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当两面人和搞小团伙小圈子的人和事 紧盯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负集的关键岗位 紧盯似封突出问题 重拳出击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持续形成震慑 文章还表示 要运用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政策 对不主动交代问题 仍执迷不悟 甚至还不收敛不收手地坚决从严查处 从中共喉舌的文章可以看出 江家邦的势力在中共的政法系统中奔神低估 江家邦的势力几乎掌控了政法系统 将其作为自己的爪牙和武装力量 这在中共内斗中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必定要铲除他 阿波罗网评员李玉香分析认为 中共公安部过去都是扮演攻坚老百姓 攻坚维权律师 攻坚退伍老兵 攻坚法轮功学员的角色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回他们也成了被攻坚的对象 真可谓是报应循环 这是他们过去不会相信的 但也是今天就要面对的 另外 中共喉舌新华社准发《法治日报》文章 介绍在中共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 16个中央监导组 3个中央政法机关监导组 全部进驻到位 这就是习近平已经向政法系统全面开刀了 截至9月14日 三大督导组已经全面入驻 中共6家中央政法机关 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就是这同一天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时机恰好地出现在大陆媒体上 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 大陆媒体公开报道 政法系地方官员计划暗杀中共高层的新闻 网易新闻网9月14日刊登文章 提到江苏省官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进 针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 欲行不轨 外界普遍认为是指罗文进要刺杀习近平 蹊跷的是 罗文进是今年3月份被查 行刺消息为何现在才被曝光 回顾过去这几个月 可以看到 习近平在查出这个行刺消息后 不动声色地全力拆除这江资民派系 在政法系统中给他留下的定时炸弹 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习近平将政法系统进行了第一次大整顿 在中共第一批政法队伍的整顿中 共计有19847名中共干警主动投案 被利安审查调查的有49163人 处理违纪违法的政法干警有178431人 这个数字非常的吓人 可以说是整个政法系统的大地震 让中共的政法系统人人自危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次整顿 现在第二次更深入全面的大整顿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很可能有重量级的政法系高官落马 不信我们就拭目以待 8月中旬 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始后 火开始烧向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干警 9月11日 中央公安部成立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 将这些公安部离退休高官全部加强监控 三天后 监导组全部就位 六大中央政府机关被完全控制 中共当局才通过媒体将这条消息放出 严格地说 习近平是把这些潜在的对手真正地看作了敌我关系 当江泽民派系的中央和省级政法高官回过味来时 羽翼已被剪除 只能束手就擒 这么多年来 中共的政法系统已经成为中共迫害老百姓 迫害民运人士 迫害法轮功的爪牙和打手 现在因果循环 报应轮到他们自己头上了 当《法治日报》这个中共政法系的喉舌 扭转脸对他们政法系的主子们喊出 见风所指 动真碰硬的口号时 不知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中共的内斗已进入白热化 政法系是江家邦的看门狗和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习近平现在非常的清楚 他和江家邦的斗争 现在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江家邦不铲除 他们必定会弄死他 所以至少在二十大前 习近平要彻底的铲除江家邦的势力 不然他自己性命不保 现在他已经向政法系全面的开刀了 先剪除江家邦的武装力量 然后彻底清除他们 大陆媒体目前释放出的 政法系地方官暗杀中共高层的消息 就是习近平彻底整治政法系 铲除江家邦势力的重大信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请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见